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新闻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总理呼吁采取更好的措施来阻止股市暴跌 在鸿海危机扰乱供应链之际 企业们开始考虑备用计划以应对农历新年 企业界团体敦促财政部长废除香港房地产降温措施 斯塔默指责苏纳克通过文化战争煽动英国分裂 投资者想要美国银行的债券 请大家收看 中国总理呼吁采取更好的措施来阻止股市暴跌 彭博社 中国总理李强呼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稳定中国疲软的股市 周一 中国股市的基准CSI300指数创下了五年来的新低 中国股市面临着许多挑战 包括房地产市场危机和整体经济的通缩压力 政府在其政策回应中未能提振投资者情绪 中国国务院已讨论了一系列措施 以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和投资价值 吸引更多中长期资金 加强监管 并改善宏观政策的一致性 在鸿海危机扰乱供应链之际 企业们开始考虑备用计划 以应对农历新年 南华早报 在鸿海危机持续之际 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航运价格继续飙升 根据Container Exchange的数据 1月第二周的平均价格 约为每个40英尺集装箱5400美元 较一周前的1500美元上涨 在截至1月7日的10天内 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货船数量下降了30% 邮轮下降了19%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高级研究员潘光表示 红海危机可能给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增加风险 企业界团体敦促财政部长 废除香港房地产降温措施 南华早报 香港的清商政党和政治家 呼吁政府废除所有房地产降温措施 并避免引入新税收 他们认为 这些措施 包括对房地产交易征收的印花税 已经过时 且对经济有害 香港的房地产市场一直在苦苦挣扎 批评者认为 维持降温措施将阻碍复苏 然而 政府辩称 这些措施旨在帮助首次购房者进入住房市场 斯塔默指责苏纳克通过文化战争煽动英国分裂 彭博社 英国工党领袖基尔 斯塔默指责保守党 试图在下一次大选前通过文化战争煽动分裂 斯塔默批评保守党议员 对包括国家信托组织和皇家国家救生机构在内的组织发起攻击 称对这个国家的自豪服务精神发动战争是拼命和分裂性的 斯塔默此前一直避免评论文化战争 但他的讲话表明他认为保守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弱点 中国新能源和自动化行业的就业需求大幅增长 报告 南华早报 根据智联招聘的一份报告 中国自动化和新能源行业的招聘表现超过其他行业 2022年上半年新能源行业的招聘岗位增长了36% 工业自动化行业的招聘岗位增长了7% 新能源行业对技术职位的需求尤其是锋利工程师增长显著 锋利工程师的招聘职位同比增长了738% 报告还强调了二线城市在工业自动化行业就业市场增长方面的崛起 消费者想要的电动SUV即将到来 BBC 汽车公司正准备在美国市场推出数十款全电动SUV 这可能有助于克服电动汽车采用的障碍 如价格 续航里程和种类 特斯拉正在推出更小更便宜的车型 及其Model Y紧凑型SUV 而中国公司蔚来计划在2025年 以其豪华6座蔚来ES8进入市场 根据行业专家的说法 美国市场对至少拥有300英里续航里程的电动汽车表现出了需求 随着充电基础设施的扩大 对这种长续航里程车型的需求可能会减少 最佳班级 彭博公开赛 每周版 彭博社 去年 对冲基金为客户带来了2180亿美元的利润 TCI和Citado领先于其他基金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推动对国债市场进行重大监管改革 Browman Howard的首席经济学家预测2024年将出现经济衰退 Ron DeSantis在退出总统竞选后支持了唐纳德 特朗普 独立电影正在衰落 一些人将其归咎于圣丹斯电影节 在以色列 本亚民 内塔尼亚胡拒绝了与哈马斯的新人质交易 乔·拜登的亲密盟友将内塔尼亚胡描绘为和平的障碍 共和党的反特朗普派被视为拜登连任希望的关键 因为他的同情心和政治似乎赢得了他们的支持 研究发现 中国在清洁能源研究方面超过了欧盟 彭博社 根据欧盟行政机构的一项研究 中国在清洁能源研究方面已超过欧盟 对欧盟在该领域的雄心构成挑战 2021年 中国在太阳能和风能 锂电池 热泵和碳补货技术等领域的同行平易出版物数量领先 这与2010年 欧盟在除风能以外的所有领域领先的情况相反 该研究警告称 欧盟对中国研究和创新的依赖 可能导致未来技术和产品的进口依赖 报告还强调 中国对欧盟在战略产品和关键技术方面存在贸易依赖 中国买家在灰色市场上 以双倍价格购买苹果Vision Pro头戴式显示器 南华早报 中国的代购商正在以两倍于官方价格的价格 从美国运送苹果的Vision Pro混合现实头盔到中国 该头盔将于下个月正式发布 代购商以高价从海外带回难以找到的奢侈品而闻名 在COVID-19旅行限制之前 代购产品的灰色市场增长了近19% 达到6,850亿元人民币和1,064亿美元 苹果正在寻求多样化其收入来源 分析师们认为 苹果进入虚拟现实市场 并推出Vision Pro头盔将重新点燃该行业 商业集团警告特鲁多可能错过加拿大的财政目标 彭博社 加拿大商业委员会Business Council of Canada 对该国政府控制预算缺口的能力表示怀疑 称其不太可能兑现其最新承诺 将赤字控制在GDP的1%以下 2021年11月 财政部长克里斯蒂亚·弗里兰·克里斯蒂·弗里兰提出了 政府的新财政目标 然而 该委员会认为 政府此前无视财政目标 这引发了对其最新承诺的怀疑 该委员会的报告表明 政府将需要强劲的经济增长或大幅削减计划 才能实现其擬意的赤字目标 JPX日经股指 希望至少有30%的女性高管 日经亚洲 JPX市场创新与研究JPXI和日经公司宣布 他们将提高JPX日经400指数和JPX日经中小型股指数 所包括公司候选人的性别标准 新的标准要求董事会成员和高管中至少30%是女性 而不是目前的至少一名女性要求 这一变化旨在增加高评级公司中女性在决策层的人数 新的标准将于8月实施 ADM股价因首席财务官调查和利润预测下调而暴跌 雅虎 农产品交易商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 缺减了全年利润预测 并将其首席财务官停职 等待对其营养报告部门的某些会计实践和程序进行调查 该公司没有透露有关调查的进一步细节 表示将推迟发布第四季度收益报告 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的股价在这一消息后下跌了12% 联合国移民机构寻求79亿美元资金 以帮助流动人口和接纳他们的社区 美联社 国际移民组织IOM首次发起了一项全球呼吁 寻求79亿美元的资金 以帮助流动人口并确保更顺畅的移民途径 这项呼吁是IOM新任总干事艾米波普领导下的五年战略计划的一部分 将汇集1.4亿人 包括移民和接纳他们的社区 IOM希望资金不仅来自政府 还来自个人和私营部门捐助者 该机构的目标是规划未来的移民 而不仅仅是在移民浪潮发生时做出反应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的忠实观察员和消息传递者 今天我们来总结一下最新的新闻内容 首先 中国总理呼吁采取更好的措施来稳定股市 因为中国股市面临着许多挑战 红海危机对供应链造成了干扰 企业开始考虑应对农历新年的备用计划 香港的企业界团体敦促废除房地产降温措施 认为这些措施已经过时且对经济有害 英国工党领袖指责保守党通过文化战争煽动分裂 投资者对美国银行的债券表现恶观 中国的新能源和自动化行业的就业需求大幅增长 汽车公司正准备在美国市场推出数十款全电动SUV 香港豪宅市场出现了冷淡气氛 一位中国大陆买家以35%的折扣购买了山顶的超豪宅 最后 联合国移民机构呼吁获得79亿美元资金 以帮助流动人口和接纳他们的社区 这些新闻反映了当今世界各个领域的重要问题和动向 股市暴跌 供应链中断 房地产市场降温 政治分裂 绿色能源发展 汽车市场变革 豪宅市场调整 移民议题等等 都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政府 企业 投资者和公众都有责任参与其中 作为观察员 我们应该关注并理解这些问题的背后原因和影响 并思考如何应对和解决 例如 在股市暴跌方面 中国政府可以通过改善宏观政策 加强监管和吸引长期投资等方式稳定市场 在豪宅市场调整方面 政府可以考虑调整相关政策 以促进市场的良性发展 在绿色能源发展方面 各国可以加大对清洁能源研究和创新的投资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共同讨论和解决 所以 现在我想邀请观众朋友们一起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这些问题有何看法 请在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和想法 让我们一起为建设更美好的世界做出努力 谢谢大家 我是六博士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